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冷冰看 股市冷冰 台北股市在历经连续三天的一个大跌 包含今天的早盘一开盘跌了三百多点 那在经过连续三天大跌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开低之后却一路的向上攀高 换句话说在三天加全指数大跌了超过千点之后 今天终于怎么样 终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跌升的一个反弹 又或者出现了技术面的一个反弹 那至于在今天反弹之后 在今天开低一路向上走高 尤其在最后零收盘前 还让加全指数从原本的大跌超过三百一十点 变成是一个小涨十二点 这一低一高之间 你看差了将近三百三十点 那对于今天的一个反弹 当然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反弹之后 到底这一波的反弹能够多巧 能够谈到哪里 能够谈几天 这是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想知道的 也是今天怎么样 在早上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 在跌得这么深之后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这很正常 也是应该的天经地义 那在反弹的过程 大家想去想说 到底能够谈多久又怎么样 这也绝对是正常 这也绝对合情合理 但是我认为当大家都在讨论 这一波能够谈多少 又或者这一波能够谈多久的时候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都不是重点 大家有一点搞错对象 或者搞错重点 我都现在以纯粹一种技术面的角度 三天你看 上个礼拜四的高点还在16783 今天的低点居然已经来到15734 换句话说才三天 一天两天三天 才三天的时间 大盘跌了超过1000点 跌了1050点 那你短线连续跌了1050点 加上技术面的一个牛市背离 你短线要出现反弹 我说这很正常 这绝对必要的 你即便是空头市场 也不可能每天跌 它总也有反弹的时候 但是反弹上来 大家都在讨论 今天到底能够谈多久 能够谈多少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真正的重点是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做什么 而不是在于说 去关心这个能够谈多久 能够谈多远 当然或许 你会认为 我要知道它能够谈多久 才能够操作 我要必须谈多高 我才能知道我该做什么动作 你会这样有这种错觉 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你认为 现在这样的一个盘面结构 这样说好了 这三天的时间大跌超过千点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技术面它就是应该跌 所以它三天跌了一千点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现在盘面上存在了太多的一个变数 甚至有一些变数 对未来整个行情是不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金明显有转移的一个现象 所以造成怎么样 美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震荡 那美股与震荡外资怎么样 就会有大动作的调节 所以造成了这三天跌了一千点 你认为是哪一个 是因为技术面原本就该跌 还是盘面上这些变数 不管是俄乌之间的问题也好 不管是联准会的升级缩表也好 你认为是哪一个 那如果是盘面存在了这些变数的话 我说过 现在整个盘面就是由这些变数在主导 今天谁谁谁讲了什么话 又或者谁谁谁发布了什么消息 又或者俄乌之间的战争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突发性的一个状况 就好比说昨天大跌超过三百点 所为何来 不很多人担心 哇 普丁怎么样 普丁登上了末日飞机 这个末日飞机可以射核弹的 那昨天5月9号 普丁就说他要胜利 要所谓的一个庆祝胜利日 他会不会来这么一下 大家都会怕 对不对 尤其他一天到晚讲说 我就是要射核弹 我不排除射核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盘面会震荡 所以追根究底 整个盘面 还是由这些所谓的变数所主动 那今天就算你说技术面 在反弹上来 可能压力怎么压力在这个缺口 又为了反弹上来 压力在这个颈线 对不对 你从技术面来讲 当然这些都没有错 但是我说过的 现在影响盘面 并不单单只是技术面 所以纵使你觉得说 应该可以谈到哪里 那应该可以谈多久 你以这个所谓的费波南希一样 又或者从波浪理论 在这一波上来 这个应该要谈几天 但是我说 纵使你原本技术分析 推估它要谈八天好了 它可以反弹个八百点好了 但是这些推出的有意义吗 如果说今天盘面上 有什么样的变动 有什么消息又出来了 你不是这些推估都白费了吗 我当然强调 我不是认为说技术分析没有用 只不过因为现阶段来讲 影响盘面的最根本的因素 不是在技术面 所以如果说你单纯用技术面 去评估这个盘式的一个走势 就好比说当时 当时打出这两个底部的时候 一个在16764 一个在16808 这两个底部的时候 看似技术面 它就是一个底部 更何况它说 还有一波反弹伸出 我说最高在3月30号的时候 还来到怎么样 还来到17770 甚至于都已经突破了 这个头部的一个颈线 看似怎么样 这个就有机会地往上挑战前高 而且你看当时还突破了 这个下降轨道 有没有 技术面无懈可及的盘面 结果呢 还不是可以说栽就栽下来 为什么会栽下来 不就是盘面上这些变数所影响的 所以你当时很多人去评估 这里是底部 结果跌破 跌破很多人想说 那这个16219应该就是了吧 结果这三天不是又可以跌破 你用技术面去评估底部在哪里 就好比说现在 你去评估纯粹单纯从技术面 你去评估说这个行情 要反弹那里是一样的道理 不是说不应该 也不是说不对 而是说以现阶段 如果你单纯把它放在技术面上上面 其实你会出现失真的一个状况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说过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反弹上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这才是重点 他谈到哪里不重要 你要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 这波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你的电子股就套在高档 你套在高档的电子股 现在开始反弹了 你要怎么做 等解套 等他再回到高档 你认为这样的几率有多大 那如果说他没办法再回到 你先前买的一个位置 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不容易再回到上面的一个位置 那你会想到没关系 我等啊 我等啊 我想多数的投资朋友 都有一个观念 我们估计不讲这个观念 是对还是错 大家都有一个观念 我在高档 我都了解 不要跟我放在楼上 我放着就好了 我没有卖我就没有赔 你也没有这种想法 我相信80%一定有这种人的想法 这想法对不对 我没有卖就没有赔 那好 我相信 现在很多人 我们都会举过例子 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不愿意去面对 它就不存在 我这样说好了 我相信 我先强调 不是我 刚好如果说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人 刚好你是其中之一 我不小心就触动到你的过去的伤痛 不要怪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我说过了 我们不要说大力光6000多块 一般投资能够买得起的应该也不多了 我们就说宏达电就好 当时也是股 1300多块 过去曾经是HTC 台湾之光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要讲说宏达电 当时在1300多块 你刚好买在最高点 我们就说宏达电 从1300跌到650块钱 刚好腰斩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台湾之光跌下来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很多人去买在五六百块 那我只问各位 宏达电今天多少 宏达电今天还涨 46块 就算你后面再加一个零 变成460 你买在600多块 你还是赔钱 你还是赔的三分之一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宏达电从过去1300到600 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不下十年了 不下十年了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不小心宏达电买在650 我相信到现在你应该还没卖 但是我请问各位 你宏达电600多块买了 现在46块 你没有卖你真的没有赔吗 你没有卖你真的没有赔吗 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过今年的一个操作 跟去年是不一样的 去年甚至于你闭着眼睛买 你设杯标 你都能够赚 你一直往上走 重许这个过程里面 刚好碰到一个技术性的回档 或者什么消息面的冲击 让行情拉回 你放个两天它又上去了 所以让很多投资朋友想说 高速就是这样 我担的就好 没问题了 我相信 只要是你在这个股市里面 有操作过二三十年 十年不够 十年不够 因为这个多头 这波多头走了十几年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没有在股市里面 你有待过十年以上的 我相信你没有看过空头市场 什么叫做空头市场 我举个例子 有兴趣你回去看看 民国79年 年初二月份的时候 在12682 一万两千多点 到了十月份 同一年 同一年 一样是民国79年 二月的时候高点在12682 到了十月份才八个月 半年多一点点 前面那个一不见了 前面那个一不见了 剩下2485 剩下2485 这个就是空头市场 几个人有经历过 我经历过 我78年进股市 所以79年那一次 我是碰过的 我相信你只要在这个市场 有待过二十年以上的 像这样的空头市场 至少来来回回 也有两三次了 对不对 那我讲这些干嘛 我不是说现在已经是空头市场 但是现在我说过 有太多的一个变数 你敢保证 接下来 这个行情还能够持续走多吗 当然我先强调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那么到下定论 现在就是空头市场 我宁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 大中期的一个 多头格局里面的大中期的一个争论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说过股市里头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可能发生 所以你不可能 你就再按照同样一个剧本 然后再按照它操作 这样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我回到刚刚我所讲的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觉得说 我电子股买得高达 怎么要快 放下去就好 我总有一天会起来 你想想大力光 你想想宏达电 我们不要说宏达电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宏达电 每年亏损 大力光总赚钱的 大力光总赚钱的 真正的一个股王 过去 对不对 过去六千多块 今天剩多少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力光剩多少 今天的大力光剩一千六 从六千多块变成一千六 是腰斩 六千多块腰斩三千多 三千多再腰斩剩一千六 它腰斩两次 当然我相信大力光 我们一般投资人 持有的应该不多了 但是我只告诉各位 像这么好的公司 这么会赚钱的公司 你认为它未来再回到 六千块的一个几率有多大 如果有人刚好不信 你说有没有的 一定有人 有人买才 有人卖才会成交 所以说会出现 六千多块的成交量 一定有人买在那里 有人卖在那里 你说买在那里 如果你抱持的一个 当时在往下掉的过程里面 你抱持一个 我没买就没了 到现在 一千六 你认为它再上六千的机会有多大 跟宏大店一样 你没卖就没赔吗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波 尤其当三月底 有没有 当时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三月底 三月三十号你看 哇 这太漂亮的一个格局 有没有 我昨天也跟你讲 你这里不要看 你这里不要看 哇 这标标准准就是一个攻击盘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后面会变这样子 但是即便那个时候我说过 我们把所有的股票都出光 几乎出光光 同时告诉你 对整个大盘 你要保持警觉 可是我相信盘面多数人 会压过我的声音 我一个人告诉你 结果我九个人告诉你 不用怕 这就是要冲啊 价量其扬 股贵双掌 富贵显中求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你不拼 你什么时候拼 结果呢 你看 那时候 投信看好的股票 你说这不好吗 这投信当时买超最多的股票之一啊 你看 当时330块钱一路变成 这一波升级 今天的低点升级就来到哪 已经来到197块 179块 有没有夭壮 好的公司呢 这不是什么普通公的呢 这好公司呢 好公司你碰到大环境 他一样腰斩给你看 那你说今天反贪呢 对啊今天反贪 你买在这里呢 如果你买在这里 你不要说没有 这两次到来 我刚刚讲过嘛 一定有人买 有人卖这里才有成交 才会有这个价格嘛 你买在那里了怎么办 不管他 反正我等 等到最后都会上去 我没有说他不会上去 只是你要等多久 万一 接下来 假设 行情真的出现了反转 那你这一拖要拖多久 所以类似我当然不是讲创为而已 我相信有很多电子股 如果说这一波里没有避开的 那卖工创为腰斩了 我想叠个三成四成的电子股 比比皆是 如果你手中我这些股票怎么办 都不管 我就等他解套嘛 反正我没卖就没赔嘛 这样的想法 对或不对 这样的一个策略 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利 你就要去思考 所以我说那弹上来 这一波大盘如果弹上来 你手中有这样的股票 你要怎么办 你说我买在高点 我现在赔了三四成 我怎么卖得下去 对啊 你怎么卖得下去 但是如果不卖呢 如果你的股票 如果它是一个往下的趋势 就好比说当时的大力光 从六千多块 正准备要往下跌的时候 你说已经跌到哪里 已经跌到五千块了 已经跌到四千块 我已经砍不下去了 现在剩一千多块 就好比当时的宏达电一样 从一千三跌下来 跌到六百 我怎么卖得下去了 腰斩了 现在剩多少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思考 如果你现在手中 这些重度套牢的股票 反弹上来你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我说过 如果你的一个成本 已经离你非常远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是卖不下手 但是卖不下手 难道就不管它吗 难道就不管它吗 如果说碰到像大力光 碰到红蓝天这种状况怎么办 我不是违言耸听 我只是告诉你 今年的操作难度会非常的高 跟去年你躺着坐 你都能够赚大钱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我相信到现在才五月初而已 你按照去年的做法 你今年真的有赚到钱吗 你不要骗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你又怎么办 如果你又卖不下手 你又该怎么办 思考这个问题 下个阶段会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欢迎欢迎讨论 我想今天大盘反弹 我们都乐观其求 连这么多也该反弹 对不对 绝对该反弹 但是我说过重点 不在于说像今天很多人讨论的 这个盘会谈到哪里 会谈多久 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去讨论的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做什么 尤其如果说你的股票套在高档 现在下来 现在又出现了反弹 你要怎么做 继续报 没有卖就没有赔 我直接给它破下去 跟它天长地久 还是在反弹上来的过程里面 你找一个适当的买点 你先怎么样 适当的卖点 你去保存实力 对不对 现在至少盘面还不稳定 你那么敢保证它不会再破吗 你说今天的低点 15734 这一定是底部 你那么肯定吗 你那么肯定吗 那如果再破底怎么办 如果再破底怎么办 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哪些股票 在弹上来的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动作 当然很多人讲说 我怎么卖得下去 我现在100块买了股票 现在只剩下5 60块 我怎么会买下去 没有错 只要是人 这些钱都是辛苦赚来的 赔的这么多 我当然砍不下去 人是长期 但是砍不下去 难道不管它吗 你还想办法 你还想办法 什么样的办法 至少 如果说大盘真的要反弹 不管它弹多久 那总有一些股票会跟着弹 那这些股票 你能不能做一个短线 然后赚一些 能够赚多少赚多少 只要反弹就有机会 对不对 更何况我说大盘 纵使在大跌的时候 我们帮各位求 掌握了股票 还不是一样 大涨 对不对 所以重点我说 不管什么样的盘 是你有没有用正确的策略去应对 你的资金有没有摆在对的地方 除了资金摆在对的地方以外 你也没有在该买的时候买 在该卖的卖 你说这段时间 我们的防疫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一个农粮概念 都逆势大涨 但是逆势大涨 你就一定会赚到钱吗 我这样说好了 来 我讲这段时间 最强的莫问过于这档股票了 对不 从我们12号买进 4月12号买进 有没有 13 14 连续三天连续大买 低点在115.5 后来一路涨到月89 大盘重挫1500点 它往上涨了六成多 我相信同一个时间 没有比它更强的股票了 但是我请问各位 纵使你买到这么强的股票 你就一定赚钱吗 你就一定赚钱吗 我这样说 来 我来看今天 瑞姬 今天谍听 来到哪里 来到128 你没看错 当时它的高点在189 差几天的时间 来 差几天的时间 今天最低来到127.5 纵使你买到瑞姬 你不懂得 在高档的时候出一趟 我请问各位 你一定赚得到吗 我的操作 4月12 4月13 4月14 连续三天买进 在高档5月4号 有没有 5月4号 全数获利出清 全数获利出清 白纸黑字会员都对时对价 5月4号在哪里 5月4号在这里 当天高点还在14 当天高点还有165.5 当天高点还在165.5 今天还存120几 纵使你跟我一样买在低档 买在110 120 你看今天如果你不懂得在高档出一趟 你不懂得弹性操作 你现在全部吐围去 更不要讲 如果你是买在高档 1760的保龄附井 不也是一样吗 保龄附井我卖在这里的 4月21号了 记不记得 哪一天高点还有158 今天升多少 今天升116.5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告诉各位的 操作而懂得弹性 今年的操作难度会非常的高 你一步都不能够错 那到底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坦白讲每天的盘都在变 我这里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一路走过来 你也觉得 我们不管在选股上面 在资金的配置 甚至于在买卖点的掌握 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 来 5月10站班 有兴趣的 欢迎来电 跟我们做联系 明天再会